爱在樱花盛开始 深深宠爱的小精灵 某日 一位名为子萱的年轻人 踏入这座小镇 她身形高挑 皮肤白皙 带着一股清新的帅气 每天 她都会经过那棵 美丽的樱花树 而每一次 她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 多停留在启梦身上几分 对于这种莫名的吸引 连她自己也感到困惑 或许是因为 启梦那令人心动 具有治愈效果的笑容吧 随着春天的结束 启梦与子萱 在樱花树下的偶遇 变得频繁 她们不再只是 偷偷观望对方 而是开始了正式的约会 她们的足迹 遍布小镇的每一个角落 尤其是那棵樱花树下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颗孤单的心 逐渐靠近 绽放出甜蜜的恋情 然而 好景不长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子萱的失忆症 奇迹般地恢复了 她原来是在一次事故后失忆 什么都不记得 流浪到了这个小镇 子萱透露 她其实 来自一个遥远的大城市 那里还有她的未婚妻 这个发现 让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不知道如何是好 面对这一现实 奇梦决定勇敢地做出牺牲 主动退出 在一个不满樱花的夜晚 她像仙女一样打扮 与子萱在约定的樱花树下告别 她的眼里泛着泪光 低声对子萱说 谢谢你 子萱 我会永远记得 在这樱花树下 我们共同度过的那段甜蜜时光 再见了 画壁 奇梦转身离开 目送奇梦离去后 子萱带着 对她的感激与祝福 默默地离开了小镇 回到了属于她的大城市 尽管如此 她的心永远留在那片樱花之下 在梦中 她经常会在樱花盛开时 回到小镇 只为了那段难忘的心动 她深知 与奇梦的樱花之恋 已成为两人年轻心灵中 最美好的回忆 这样 奇梦与子萱的爱情故事 如同那飘落的樱花 虽然短暂 却美丽 成为了过往 甜蜜幸福的记忆 故事之子画上句号 如果您被这段 温馨而又略带忧伤的 爱情故事所触动 别忘了订阅 点赞和分享 感谢您的陪伴 期待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